國家人權法部官主辦的人權技術 生活節後久過開始囉 今年已經是第四次有很多峰會活動 希望透過的技術活動 來團達燈檔的人權 期待 就是希望說這人權的關聯 可以真真真正 走進我們的生活裡面 客家歌唱米薩音唱客氣歌 來為人權技術生 或者開幕才會開場 藝術生 辦公今年已經是第四次 今年他主意的靈魂作主題 出外的我們的航空 萬代將透過藝衛活動 來溯口人權的時候 可以有多樣的面貌 不管是白色恐怖的記憶也好 就是這種政治人權的追求 或者是移工的人權 對於原住民的人權 對於無障礙的這種藝術的追求 那在這個人權議題上面 都可以有不同層次的開發 今年給宿舍有親主 局長來自清水的孩子 要演出白色恐怖 收藍者創困點的生命故事 還有擔憶 擔憶 創造的舞台叫擔憶 擔憶 擔憶 甚至有伴手 夾和高重明的立項電 要讓大家看到 台灣白色恐怖 和香港 控制的商品 文化部也希望透過豐富的 瓦島 讓台中了解自由 人權的重要 永遠 讓 讓 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